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者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接下来过后 我们继续学习《量力宝藏论》 《量力宝藏论》 总共十一品 其中我们现在讲的是 第一品《观察外境》 《观察外境》里面 《破除他宗》 《见力自宗》当中 现在《见力自宗》里面 《见力自宗》 按照经部宗的观点来建立自宗 和按照《为师宗》的观点来建立自宗 有两个大的科判 其中第一部分讲完了 现在就是我们讲《为师宗》的观点 《为师宗》 《破除他宗》 《见力自宗》 《见证》 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和二个问题 都前面叙述过了 我们建立《为师宗》的观点 昨天前面也给大家已经讲了 就是用明智音和具缘定音 通过这两种推理来 一切万法违信 这就是我们因明当中也好 或者是为师宗的观点当中 最强有力 最有说服力的两种推理 那么这两种推理 抉择下来 没有理由万法不承认违信 当然我们以前佛经当中 包括《十地经》 或者是《能源经》等等 这些有关大乘经典当中 都说是善解违信 万法违信的经文 经常出现 但是万法怎么样真正的信 外经怎么样不成立 这个道理我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可能也是以前没有遇到过 用理证方式来抉择 这次我们通过理证 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 万法的确实施的信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这样的道理 有些人不管是信佛教的人 没有信过佛教的人 都始终觉得万法不是信吧 除了我的信以外 外经应该是存在的 当然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是他一直这样执著 一直这样认为 我们也觉得是情有可原 但是我们学过宗派的人 自己一定要讲道理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分析 到底是不是万法为信 如果万法不是信 你要具处一个真实的 确凿的理由 这种理由能靠得住的话 那么你的观点是成立的 如果你没有任何理由 那不得不承认万法为信 如果你懂得万法为信 我们前一段时间 所讲的一样 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始终认为 外经真是存在的 实有存在的 如果我们懂得 万法确实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自己的习机 迷乱现象而已 那么对外面的执著 不会那么大 也不会那么苦恼 所以对自己的内心 尤其是对学佛的人来讲 应该从内心当中 有极大的快乐 这就是通过我们的理证 可以得出这种结果 就是得出这种结果 所以不管是任何一个学问 大家还是要理论上观察很重要 我今天接到一个西方国家 好像在美国的一位佛教徒 他的一个电话 他们那边对 跟东方人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他学基督教 他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 觉得这是合理的话 他去开始信 如果觉得不合理的话 不信 因此他们西方的很多的 宗教人士觉得我们佛教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佛教 经得起任何观察 什么样的智慧来 再进行观察的话 佛教都不排斥 而且欢迎观察 欢迎你怎么样 透过你的智慧 就是透过你的观察 来辩别 来辩论 来辩答 大家都欢迎的 那么有些宗教并不是这样的 你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圣教里面讲的 这个是不能再去思维 再去思维的话 你就堕入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说法不太合理 就不太合理 因此我们学习音名 大家也应该了解 一定要懂得了解佛法的真相 了解一切万法的真理 这就是我们学习音名的目的 有些人认为 我学习音名学好了 给别人辩论很好 我的口才很好 有些人可能有这种想法 有些人我学一点音名 懂一点音名也可以 平时说话 我就跟一些亲朋好友面前 说话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辩才 这样就很舒服 这就是很小的一个目标 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学习音名 第一个就是让很多的众生 对佛法也好 对世间的真理一窍不通 自己相续当中一直怀疑重重 那么为了解除他们的疑惑 我们要学音名 然后我们自相续当中 毕竟作为一个凡夫人 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 非力怀疑 那么为了遣除这种非力怀疑 我要学习音名 再加上释迦牟尼佛所宣说出来的 八万四千方面的真理 全部都可以进得起观察 到底进不进得起观察 凭我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这样以后 我们以前很多人都觉得比较傲慢 你们佛教徒好像什么事情 都是凭着自己的信心 有一种信仰 并不是以智慧来觉得的 有些人是有这种想法 我听说去拉萨的有一个道友 他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 然后知识分子就认为 你们佛教好像很多问题 凭自己的信心来抉择 我觉得这一点 当然有信心也是很好的 但是最关键都是要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我们世间的很多 威武论 世间的很多观点 你们解答不出来 后来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因明和中观的理论 进行遍布 进行探讨 这样以后对方 逐渐逐渐地不得不承认 我们佛教的伟大 所以我们佛教并不是打不上 这些所有的道理 但是佛教徒当中有些确实是自己的智慧 跟不上佛教的教理 佛教的教理 不管是英明学 还是中观学 哪一个道理可以解除我们众生 相续当中的各种迷乱 迷惑 这是完全可以的 可是我们学佛的有些人当中也好 或者佛教徒的有些个别人 在佛教的真理当中是怎么样说的 他自己从来没有学过 自己根本不懂 当然自己不懂的话 别人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对别人只有在表面上敷衍了事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学习因为 大家当然你一天学习的时候 噢 今天真的我想的道理出来了 不一定这样 但是我们逐渐逐渐 学习一些比较深的 比较难懂的智慧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 啊 佛陀确实是很伟大的 我的智慧再怎么样探索呢 最后找不到一个真实的 怎么说啊 就是认为我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种傲慢自然而然会摧毁的 很多知识分子 首先进入佛教的时候很傲慢 然后让他继续学习中观 进行学习英明以后 过一段时间 他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 糊里糊涂的 然后觉得佛教很伟大的 佛教徒还是很了不起 有这种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佛教 或者其他有些宗教 很容易 只不过是外面扫向百佛 外面做一点仰视 行尸就可以了 他有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你真正是进入智慧的大海 这是没有一定的能力 没有一定的智慧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自己都是根本不知方向 会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学习英明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 大家学英明的目标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也并不是为了给别人辩论 也并不是为了给别人吵架 不是这样的 应该遣除自相续和他相续的怀疑 真正了达了释迦牟尼佛智慧的究竟意趣 这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现在第一个问题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为心相续 同有之 刹那犹如未成分 是由善刹那果 远离一体即堕体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建立了 为师宗的观点 为师宗的观点的时候 中观众对为师进行驳斥 中观众的有些论师 对为师宗进行驳斥 这个颂词的意义是什么样呢 中观众对为师宗是这样说的 你们为师宗承认 出他的心的相续也是存在的 细微的无分刹那 心是无分刹那的 远离能去索取的 明性的心事也是存在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心事 我们通过两种观察来可以推翻 第一个 你们所承认的 触大心的相续 比如说我前世从旁生里面 转到现在人世 人世当中又转到天界 这样的心的相续存在 或者说我们明性的这种 最后远离能去索取的这种心的 如来讲的延续不断的 明性的相续应该是存在的 就是为师宗的 这种说法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是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翻呢 当然外道里面 我们学习《智慧品》 《四百论》 很多论典当中 都有这样的 外道里面认为有一种叫做 幼稚的东西存在 比如说所有的人 所谓的幼稚人 遍于所有的男人 女人 东方人 西方人 全部遍在他们的山上 那么下面的这些分支 叫做分支 每一个分支上面 都有一种幼稚的东西 石油的东西存在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我们佛教 通过知和幼稚 一体他体的方式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完全能驳斥 比如说我们说 所谓的树木 这是幼稚 然后百树 松树等等 这是支分 如果是遍于所有之分的 幼稚真实存在 那么一个树木 砍断了的时候 你刚才种的幼稚 也砍断了 或者是东方的树木 毁灭的时候 你所谓的种的幼稚 也毁灭 从时间 形象 方向等等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外道所承许的 所谓的幼稚法 只不过是他们 分别念的一种种相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种推翻 我们在十量论 或者其他有关论典当中 都加以推翻过 所以中观派认为 你们为师中所承认的 这种相续的存在 我们对外道的 有之分之之间的 这种推理来进行观察 你们为师中所承认的相续 完全可以覆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们为师中所承认的 细微的五分刹那 这种五分刹那 我们对外境的 微尘五分分的观察方法 来进行可以拨持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为师中 他们自己也是承认 五分微尘存在的话 东南西北 然后上下有六种微尘来 进行粘连或者没有粘连 以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最后中间的五分微尘 也是不成立 这一点是为师中 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 那么你们自己所承认的 观察微尘的这种推理方式 来观察你们 行世五分刹那 行世五分刹那也是通过未来 过去现在 这样观察 也可以推翻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推翻的时候 所谓的行世五分刹那 不可能成立 为什么不成立呢 所谓的行世五分刹那 指的是现在的行世五分刹那 那么现在的行世 可以靠近未来的行世 可以靠近过去的行世 这样一来现在的行世 也有变成三分刹那 靠近过去的一个刹那 靠近未来的一个刹那 这样以后 并不是一个五分刹那 它是三分刹那 既然是三分刹那 不是一了 不是一的话是三 这样一来 因为是三分的缘故 你们的一分刹那 根本不可能成立 逐渐推出来什么呢 就是远离一体和多体的 这种本体 最后总观众认为 卫世宗所承认的行世五分刹那 通过利益多因的推理来 进行推测以后 完全能推翻 这是总观众 对卫世宗的一种辩驳 然后下面卫世宗 对总观众开始回答 就是认为 总观众对我们所破的观点 不会有害的 实际上是有害的 只不过是萨迦班智达 暂时在名言当中 建立在一个卫世宗的观点上 给他暂时回答的 实际上真正用 总观众的利益多因 或者观察行世的利益多因 来观察的时候 完全能拨持得到 他们的行世五分刹那 也是完全能拨持得到 但是暂时抉择明言的时候 在这里 因为站在卫世宗的观点 所以暂时用卫世宗的观点 来进行回答总观众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 是这样说的 是有三刹那心骨 一刹那成不容有 若一刹那不容有 显然已是三本心 那么下面卫世宗 对总观众进行回答的说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刚才来说 你们的行世五分刹那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它是靠近未来过去的 总观有三个刹那的缘故 说一波刹那 十三的缘故 你们的一波刹那 当时是这样说的 卫世宗从词句上来讲 讲得非常好 对总观进行回答 但实际上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那么从文字上是怎么讲的 十三刹那心骨 因为它是三刹那 过去 未来 现在 这是你们总观众自己也是承认 它是三刹那心的 三刹那心的话 那么一刹那根本不成立 如果一刹那不成立 你们总观众自己所说的 三刹那怎么会成立呢 不可能的 因为他前面说 你们这种五分灰尘的 一刹那不成立 它是三刹那骨 然后卫世宗反过来说 既然是善的话 就是义不成立 义不成立的话 你的三刹从哪里来的 反过来这样讲 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 应该也讲得很好 但实际上 我们也应该这样观察 因为总观众 他通过利益多盈来观察的时候 就像麦彭仁波切 在《中观众要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然后就像荣草接触火一样 利益多盈的这种推力 是适时力的一种推断 是一切万法的 自信融入一体的一种推断 那么它没有一个 任何法不可能破不到的 全部能摧毁的 所以这种利益多盈 不管是对外境方面也好 对形式方面也好 任何一个法除了一体多体以外 是不存在的 但是一体多体如果是有 我们通过这种观察来 完全能破斥 所以我们去年 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 专门学习利益多盈 那这样卫世宗的观点 是不是超越了中观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在明言当中 暂时确实是 他当时说的是 你们的一体是不存在的 因为是三个本性之果 然后卫世宗就反过来说 你所谓的善根 你不存在的 义不存在的缘故 我们的义不是 你们已经破完了 破完了的话 怎么会存在呢 义不存在的这种善 是哪里有啊 从字面上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分析 也可以分析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说 你的义经不可能成立 它是十两之果 他这样来讲的 他这个义经没有说 只不过是义和事这样讲的 你的义不可能成立 它是四个部分的缘故 然后反过来说 你的十也不可能成立 因为我的义 你已经破完了 但如果我们分析 可以这样说 我的义并不是说 你所分析出来的事 或者它这里 我们现在的义并不是说 分开过去和未来的三个世间 分开这两个世间 以外的一个一体存在 并不是这样 如果中间分析 当然音名当中辩论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该要知道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要清楚 我们在观察生意地的时候 一切万法 不管是心也好 外境也好 什么法都不存在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观察生意地的时候 不管是 中观音声派也好 中观自虚派也好 什么法都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存在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观察世俗地 从明眼量来 进行观察世俗地的时候 有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未始终的观点 一种就是进步终的观点 昨天按照进步终的观点 那么外境是真实存在的 外境的硬币分真实存在的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然后现在我们要觉着 未始终的观点 未始终的观点的时候 外境是不存在的 外境不存在的话 那么心是承不承认 心是暂时承认的 站在什么 未始终的观点的时候 暂时承认的 那无分未承和 无分刹那是承不承认的 站在未始终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无分刹那 心是无分刹那 必须要承认 然后站在进步终的观点的时候 承不承认是 无分未承承不承认的 也要承认 这个需要承认的道理 我们前两天 也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我们现在 作为心是无分刹那 怎么会成立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讲 当然观察 如果你真正详细地观察 最后是无分刹那 最短的时间的心是 应该有这么一个心事 那么这个再如果分下去 变成空性 这个跟外面的未承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昨天也讲了 所谓的未承 最后有一个无分的未承 那么再立分变成了 虚空了 没有了 那么我们心事 也是同样的道理 心事给世间连在一起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因为没有世间连在一起 所谓的世间没有单独的东西 然后所谓的心事 也没有单独的颜色 形状都没有 如果是外承比较简单 外承比较简单 它是专门有形状 有颜色 所以也有节奏 而我们的心事 通过世间的长短来进行观察 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 为什么卫世众 他们认为是 所谓的最细微的无分刹那存在呢 因为佛经当中都已经讲了 比如说我们《俱舍论》当中也好 《大乘阿毕达摩》当中也好 《瑜伽实地论》当中 都已经讲了 心事的刹那 有些经典当中 所谓的无分刹那 无分刹那也就是说 我们人的一眨眼 一眨眼当中 总共有六十五种无分刹那 也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有些论典当中 说我们的一瘫子间 一瘫子间六十五 或者六十四个刹那 也可以说 一瘫子 总共分了有这么多 当然这个 比较粗大的概念 如果我们用理智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还可以分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一眨眼的时候 这个眼皮接住 在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定的时间 那么眼皮接住那个之间 六十五个微尘 肯定不了的 有千百万的微尘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很多很多的微尘 肯定集聚在这里 如果这样 那么你一眨眼的时候 这个微尘 这个眼皮应该经过很多的微尘 经过很多微尘的时候 它是次第而经过的 并不是同时经过的 如果同时经过的话 那么一个微尘同时经过 两个微尘同时经过 最后一百个微尘集聚的话 这个世间不会有长短 有这个过失 这样一来 佛经当中为什么说 那这个世间的最短 作为六十分之一呢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灌带 当时的我们现在 世俗观念比较强的一些众生 这些面前说 这是世间当中最短的 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实际上我们下面讲 显量的时候也会讲的 外境 我们众生要执着外境的时候 一个微尘 我们根本看不见的 然后集聚很多微尘的时候 凡夫人显量的对境 可以出现了 然后我们最短的一个刹那 不管是显量也好 分别量也好 根本是显现不过了 这种世间慢慢慢慢积累起来 最后我们能产生分别量 或者能产生厌世的那个界限 作为凡夫的显量来 暂时是这样定的 因为世俗的东西 全部是真正来讲 全部是假的 所以说你一个凡夫的众生 显量的最短的时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是没有说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懂得 实际上所谓的世间 暂时我们可以分 分的时候 比较粗大的时间有分 由伟大过去的这种 有分而分下去 然后最细微的时间 无分而分下去 最后到了最无分 最细微的时候就灭了 就没有了 这个跟微尘应该说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么所谓的现在的形式 再可以分 再可以分 最后变成法界 最后变成空性的 这种道理当然 卫世宗他们认为 好像自己的理由 很充足的 外境通过六种微层的 观察方法来破完了 然后形式不能这样破 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这是 中观的推理来可以进行观察 就是《无垢王尊者》 在《如意宝藏论》第十二品里面 首先宣讲了 净部宗和幽部宗的这些观点 然后用卫世宗来进行 播持他们的无分刹那和无分未成 最后卫世宗他自己所承认的 诚实的这种无分的形式 以中观众进行播持的时候 比如说接触不接触 你前刹那和后刹那间 接触还是不接触 如果不接触的话 前面刹那的心已经没有了 然后后面刹那没有接触 现在的身体也变成尸体那样 或者说 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来 进行观察 所以《无光尊者》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无分未成 它有光阴的潜移 射箭等等 有很多方式来进行观察 我们前面也已经退离过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道友 也应该想得比较清楚 比如说一个人射箭 射箭的时候 他六十个未成对在这里 六十个未成 我们说是六十个刹那 每一个刹那算是 一个未成上面经过 然后我们射箭的时候 当时一个未成的前 一个未成当中也有细微的 很多很多的未成 那么这个箭 经过这个未成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推离的一样 那么这个箭是次第而经过的 还是同时而经过的 如果次第而经过的话 那么这边的未成 肯定不是那边的未成 这样的话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未成 就这样一来说明你的六十个刹那 实际上还要再继续洗 当然我们有些分别念 跟世间的物质 我们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也不能连在一起 如果我们分别念 再怎么样多 再怎么样多 就像我们以前学小学的时候 什么无限虚幻小数 你再三三三 这样的话 一直到了无穷的话 也可以十出一三 是吧 然后你首先是三 然后再三三三 这样下去的话 最后一直到了无数的 那么我们也是同样的 如果你一个东西 一直在分 这样分的话 无限地分下去 也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物质 有没有真正这样延长下去呢 这不管是形式也好 外境也好 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昨天从外境上 分别念和实质的本体 应该分开的 那么现在形式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分 最后到了最细微的时间 最细微的时间 你如果再分就没办法分了 已经空性了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这种观察方法应该要承认 但是我们 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观察也可以的 或者比如说 对方承认最细微的时间 最细微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他反问 你这样最细微的时间 有一种标准没有 就是有一种标准没有 如果它是有一种没有标准 没有长短的标准 这个五分刹那 它没有一个标准吧 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量 那么这种五分刹那 无数的五分刹那加在一起 也是不能延长的 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嘛 没有一个长短 如果你说有一种标准 那么所谓的时间 并不是其他物质那样 有形状 有颜色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从时间的长短来安理 时间的长短的安理 那么土肯定不是微 它那个时间 应该中间有一种距离 如果有一种距离 这是说明还可以分的了 所以五分的这种东西 石油的话 这是我们不能成立的 如果是石油的话 我们就问 你现在石油的五分刹那 是有标准的 有一种量的五分刹那 还是没有量的五分刹那 如果他说有一种量 那么这个时间还可以分 因为它的开头不是结尾 应该这样分的 如果他说没有量 那么五分刹那当中 有无数的时间刹那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大戒的时间跟 五分刹那的时间的长短 一模一样 为什么呢 一个大戒的时间当中 也有无数的刹那 然后一个无数的时间当中 也有无数的刹那 所以这个长短 没有什么差别 就像我们昨前天 讲麦彭仁波切讲 如果成了无穷的威尘 一个吉祥草的威尘 无数的威尘和 须弥山的无数的威尘 体积 重量 全部都一模一样那样 有这个过失 所以我们名言当中 我们可以说是 最细微的一个威尘存在的 然后你再这样分的话 最后就化为无有了 应该要 名言当中是应该这样承认的 然后圣意当中 什么法呢 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这样一来 我们最后也知道 所谓威尘存坚立的这种观点 所谓威尘存坚立的观点 在中观深意的利益 多应来观察的时候 它还是靠不住的 但是暂时我们众生来讲 最适合的是什么呢 就是外境不存在 万法违行 这样的观点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这一点是中观中文论当中 也是给大家讲得比较清楚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应该最关键的有几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建立威尸宗观点的时候 万法违行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承认的 然后所谓的无分刹那 和无分未成 在哪些情况下 他要不得不承认 如果你不承认 所谓现在的名言 也没办法建立的 比如说你最短的一个标准 就是没有一个标准 包括我们《四伦金刚》里面 所讲的年月日的概念 也没办法的 我们说一年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个月三十天 那么一天按现在的算法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当中 就是有一个小时六十分 六十分下面分下来 最后一分钟就是六十秒 那么这个秒算是 我们现在的世间概念当中 应该说是 最细微的一种概念 如果我们再可不可以分呢 当然可以分了 我一秒当中 我们刚才的观察方式来 一秒当中你这个眼光 或者你这个剑 你看一下 在一秒当中 我们或者是穿破 以前不是观察过 在一秒当中 有六十个特别薄的纸 六十张特别薄的纸 用一个针穿下去 穿下去的时候 那么一秒当中能不能穿呢 这个我们做十年的时候 也是完全可以穿 一秒当中可以穿 如果这样一秒可以分六十个 分六十个的话 每一张纸的上面和下面 肯定不是一样的 如果十一样 那么六十张纸变成一体了 第一张纸和二张纸 也是没有上下的差别 二张纸和三张纸 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一来六十张纸 就变成了一个微称 当然我们这个过世 谁也名言当中不敢承担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人们现在算是 因为这个概念 世俗的这种粗大的概念 对我们凡夫人的 迷乱显现面前来讲是 所谓一秒终究 就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了 再这样分下去 然后这个秒呢 在我们以前学数学的时候 一秒就是它的万分之一 或者它的百万分之一 后面生意 十得付二十三次等等 这样算下去 有没有必要 在生活当中用不用呢 现在用不上 因为我们现在 也并不是最细微的那种众生 最细微的众生 可能世间当中最短的众生来 可能也有 现在有些科学进行观察的时候 世间上是连一秒钟也没有的 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寿命 特别短的 有一种众生 他们也正在这样发现 如果我们要过这种生活 可能要了解 世间当中最细微的概念 但是我们作为人类 应该算是 这个秒 算是最小的单位 已经可以了 因此我们命远当中 一定要承认一个最小的世间单位 但是它是不是可不可以分呢 可以分 最后它灭的时候 无分而灭的 不是有分而灭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如果最后要灭的时候 有分而灭的话 那它还要靠未来过去的两个分 这样以后永远也灭不了的 不能灭的 它最后灭的时候 就像我们昨前天所讲的 未成一样 大概应该这样了解 下面我们 第二个颂词 初成同时环绕过 具种未成成有分 三十顿时不胜过 现在刹那乃无分 这是魏师宗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 未成跟我们的行事刹那不相同 他认为初成同时环绕 外境当中的初成同时 东南西北的几个未成 对它环绕 环绕的时候 中间的这一份未成 有分还是没有分 如果无分 无分而灭尽 如果有分 它还要靠近东南西北的未成 这样一来 我们通过未成的观察方式来 外境根本不成立 无分未成了 无分未成是不成立 外境不成立 但是世间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说未来过去三个世间 并不是同一个世间当中产生的 因为未成 它是同一个世间当中的存在 所以你观察围绕它的时候 有没有放分啊 这样可以观察 而世间并不是这样的 未来过去现在是分开产生的 分开产生的话 过去已经灭完了 未来还没有产生 现在当下产生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有些修行的窍诀里面 就是禅宗里面 当下你的分别念 当下你的觉悟等等 我们从世间的一些角度来讲 现在刚出生的 这一个最细微的时间 他认为是没办法分的 因为过去已经灭完了 未来还没有产生 所以这样的一分时间 按照未始终的观点 应该是这样成立的 他成立的原因 也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是有世法的东西 而且龙魔菩萨阿舍利 虽然以通过三种观察方式来 未来现在过去 三种世间来进行结合观察过 但是这种观察 全部是有部众和近部众承认 未成是十有的 对于他们的观点来讲 有这种观察是可以入力的 而未始终我们自己 所承认的现在的五分刹那 根本不可能以龙魔菩萨的 三世观察的方式来能推翻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 我刚才也是在前面 已经回答了 当然你暂时名言当中 没有详细观察的时候 你这样的五分刹那也说的话 也没有什么的 稍微给平时 我们想想想比较起来 因为围城同一个世间当中 有六种围城围绕的时候 最后中间的东西 马上就灭了 而现在好像有点不同的 确实是过去已经去完了 未来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有一种现实的东西 这是石油的东西 他们想是这样想的 但这个也是 只不过是暂时在比较粗大的概念面前 现在是存在的 这样安理一下也没有什么大都不可以的 真正以中观的观察方式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现在存在 根本没有任何道理 所以最究竟的观点来讲 这种也是不合理的 大家应该这样了解 然后下面第一 观察有无相 无相而遣除辩论这个问题 别人说 你们为时中的观点 不管是有假相为时中 还是真相为时中 只要是万法为心 外境当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那正确和不正确的概念 根本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外面有两种月亮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假相 外境是不存在的 外形是形 如果一个月亮 这也是一种假相的东西 一也好 二也好 没有什么差别 黄色的海螺和白色的海螺 也没有什么差别 外境都是假相 外境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外境都不存在 那么一也可以 二也可以 所以正确和不正确的概念 对于你们为时中来讲 恐怕永远也是找不到的 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想吧 啊 万法都是微信 那怎么二重月亮和一个月亮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外面不存在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话 那么家里面还有什么假的 真的 算什么啊 没有必要的 凡是外境都是不存在的 出大的概念来讲 这样说起来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一样的 外面是如果真正假的话 你花色的孙子也好 毒色也好 反正两个都是假的 显现的东西都有 除了显现以外 外境都不存在的话 那还要整个假 全部都是假的就可以了 按照你们为时中的观点 那就是 就是假想的人和真相的人 也是分不了了 然后白色和黄色的海螺 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那这样有麻法和真正的 外面这种实质性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有这些过失 当时对方给我们 卫世众应该这样说的 让我们下面 站在卫世众的观点 对他进行回答 就是现在显现的这些外境 全部都是 外面一点也是不存在的 全部是我们众生 心事的一种本体 那么这样的外境显现 在外面 不管是你山河大地也好 白色海螺 黄色海螺 凡是外境当中显现的这些东西 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站在 经过众的观点的时候 不能这样承认 诸子外面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卫世众的观点的时候 诸子外面肯定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我面前显现而已 所以我们昨天的 《巨缘定音》和《明智音》 这两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以前法王如意宝 讲音明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过 他老人家说 明智音的内涵非常深 通过明智音逐渐地能了达 我们自信的本来光明 接近大圆满的 一些智智本性法要的 而《巨缘定音》 主要《巨缘定音》 通过推理方法来 外境是不存在的 一个建立外境 全部是心的本体 心的本体就是光明的 第一个推理 要接近大圆满的修正 然后第二个推理 外境是不存在 推翻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巨缘定音》和《明智音》 怎么了知 外境不存在 而不仅是外境不存在 而且外境的这些显现 就像我们梦中的显现一样 全部是自己的心 这一点当然一方面 可能要理论的探讨 一方面实际的自己是修行 就修行和理论 两个结合起来 恐怕我们在名言当中 应该了知一切万法 是外境当中不存在 应该只不过是 自己的心的一种 如果说高一点 是光明智慧的一种妙用 如果我们说第一点 或唯师宗 或者用显宗的观点来进行解释 只不过是 外境是一种心的幻化 心的一种如幻如梦的妙色而已 外境不存在的 因此这种道理 希望大家也是通过推理的方式来抉择 如果你站在静步的时候 当然外境还是存在的 这种存在并不是真正有道理的 暂时不得不这样 所以法成论是 也是后面会讲的 暂时要依靠进步的时候 外境是不得不承认的 在十念论当中 好几处都已经讲了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名言是 应该按照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一定要按照 唯师宗的观点来进行驱使 这样的时候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是万法唯心的道理 并不是说 啊 佛陀已经说了 所以我也是要信任了 这就是我们佛陀说的缘故 不是这样的 通过我们自己的 最有力度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所以你们想完课以后 有时候有些道友 也应该互相探讨 探讨的时候 你们在这里 晚上有一些怀疑比较 怎么说啊 疑惑性比较强的人 下文课的时候你就可以举手 我看你的举手的 如果手举得特别高 说明你的疑惑性比较强 虽然举手的人比较多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的疑惑性非要回答的话 那我就开始开许 所以我想我们学习因明的时候 一方面真的对佛陀的真理 对佛陀的教理 如果有怀疑 你就不用客气 你不用害怕 啊 可能是法师堪布 可能打不上 我要原谅他 我在这么人当中 羞辱他不太好啊 当然我如果打不起 我觉得还有佛教徒当中 肯定会让回答得非常圆满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对个人尊重的是可以尊重 但是如果你理论上 真的有一些变得过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到时候看我们佛教 真的大家都觉得 这个疑惑是谁也遣不出 确实你说的道理 或者你站在外道的有些观点 我们佛教实在是解释不出来 哎 真的外道好厉害啊 我们如果生起这样 在外道面前也是不得不顶礼 但我觉得这个是自古以来 佛教应该是可以 给你给予的真实答案 佛教徒当中能不能呢 不好说 但是不能的话 一个人不能站起来 第二个人看看 最后真的用真理来说服别人 是最有利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就是大家看外境为行 如果是外境这样行 为什么有些是真实存在的 有些是不真实存在 这个问题 他这里已经回答了 刚才一个是虚妄的东西 两个月亮虚妄的东西 然后一个月亮真实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中观传论》当中 也是学习过 一个白色的海螺 我们认为世间当中 这是正确的东西 然后黄色的海螺 这是假的东西 这个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是依靠于我们的习气 那么这个习气坚固 说明外境 时间也特别长 而且人们都认为 这是真实的东西 你看所谓的白色海螺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可能几百个 几千个人 都认为是 都共同看见的白色海螺 而是我们世间 也是特别长的 暂时得黄病的人 看到黄色的海螺 这个习气是不坚固的 实际上都是习气的 一种显现 但是习气当中一个是坚固的 一个是不坚固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人类 做人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河水 对人来讲 是可以解磕的一种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 人类的习气 比较坚固而已 如果我们人类的习气 用起了 马上就变成 恶鬼的习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原来的河水 原来的青青的江河 就马上变成了 肮脏的龙穴 那么肮脏的龙穴 当时的恶鬼的习气 比较坚固的 以前根本穷牌也是这样说过 我们当牦牛 或者驴马的时候 当时觉得是 驴草很好吃的 然后当你这个习气 慢慢慢慢退化了 最后不坚固的时候 变成天人的时候 原来这个驴草不能吃的 如果在外境当中真正 除了习气以外的 一个石油的东西存在 那么所有的众生 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好享用啊 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我们众生真的是 这个外境当中 并不是有石油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谁看都是应该 变成这样的 但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外境 全部对自己的阿难耶上面的 根深蒂固的习气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习气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这种习气成熟的众生 比较多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现在 在座的人都觉得是 什么好的素材 大家都觉得是好吃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习气 坚固都已经成熟了 然后里面有好多虫啊 白菜已经烂了的 这些大家都觉得 这是不好吃的 不好吃的 不要买啊 这个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习气呢 觉得那个是肥料 实际上如果我们 要么像瑜伽师一样 能取所取 全部融入智慧的话 全部是智慧的一种显现 或者说我们变成其他动物 那么好和化就没有的 在这个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万法卫星 并不是说 这是卫世宗的一种说法 这是宗派的一种说法 我们是不得不承认 我们因为佛教徒 我们提劳光头 所以你一定要承认 卫世宗的观点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反正你就是大乘佛教徒的缘故 你必须承认 不是这样来判断的 应该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逻辑 也非常符合我们众生的业感 对我们暂时来讲 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 暂时我们看天空当中 只有一个月亮 认为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量 然后迷乱显现面前 显得两种月亮 这是不正确的 这是非量的 我们暂时这个习气 因为不是很稳固的 不是很长期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判断 所以这些道理 在我们的修行来讲 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人 啊 全部都 一切都是万法卫星 那什么都没有失败 作善作恶什么都没有差别 都是自己心的本体啊 你说起来的时候 都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还要进一步地去分析 确实有些时候 一直半解 只听闻一点点 表面上的东西 让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深入的 有些人 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 当听到他这些话语 觉得非常可笑 没有必要 我们学过佛 一定要按照佛法的真正的教理 去进行调伏自己的心 这个非常有必要 下面最后一个颂词 萨迦班哲道这一品 作为一个总结来进行宣说 乃至承认有外境 期间隐藏所取境 如若所知那如泪 今欲有境别补偿 这个就是这一个颂词 中结了前面一品所有的内容 总而言之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知道这个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呢 只要我们承认外境的话 那么在这个期间 所谓外境的因变成 外境是存在的 我们昨天有些道友 也是说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 按照经部总的观点的时候 外境未成也是存在的 自己的根也存在的 通过作业也是存在的 依靠这三种因产生了掩饰 那个时候好像 外境跟心不能同似的 而最后到了卫世宗的时候 我们居然定义来观察的时候 外境跟自己的心 是同一个时间当中 那有没有我们前面破学语牌 和其他宗牌的过失呢 根本没有的 我们站在卫世宗的观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切所知 纳入自己的心 一切万法决在为心 在那个时候 在那种情况下 外境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全部是 我现在正在显现的这种外境 自己的意识都迷乱显现 当下的迷乱显现 除了这个以外 你产生厌世的一个外境存在 然后是对它作业存在 根存在 哪里有这样的 没有的 全部都不存在 可以这样想 只不过是一种迷乱显现 表面上是一种所远镜 但是这种所远镜 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应该这样来了解 而我们承认外境的时候 依靠经部众的观点 来绝对的时候 那外境当中应该存在的 那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是 比较接近万法的真相 应该后议者 接近万法的真相 因为后议者 外境确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释迦牟尼佛虽然在经典 有些里面说外境是存在的 有些里面说 外境是不存在的 那最不了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外境存在的说法不了意的 然后外境不存在的说法 应该说是了意的 最后外境不存在 现实存在的这种说法也不了意 最后全部融入法界 法界缘离一切行论 这一点是释迦牟尼佛 最了意的这种说法 所以我们学隐名 实际上有些人认为 哦 学隐名增加分别念 学隐名没有必要 我还是安住在 大圆满境界当中 前一段时间 我们开隐名的时候 好几个道友都是 专门到山里面进修去了 但我一方面是 非常随喜他们的功德 但另一方面 光是盲修夏年 坐在那里 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 对佛业产生怀业 对法业产生怀业 对世间的所有好的一些方面 也没有起什么证件 我觉得还是学习 可能隐名 不如学习隐名好 你如果没有隐名那样 这种非常尖锐的智慧 来断除我们分别以往 恐怕光是一种 安住在一种形式当中 不一定是能断除 我们轮回的根本 所以说我非常希望 大家在闻思的时候 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 产生真正的智慧 就像我们《曼凡仁波切的 定解宝堂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在命运当中 因为隐名的推理 在命运当中 并不是特别的难懂 应该说对中观的推理 有所了解的人 隐名的推理也是很容易的 如果隐名的推理 比较能掌握的话 对中观和对其他世间的逻辑 应该会了解的 所谓的逻辑 大家一听到以后 啊 既然是学隐名 既然是逻辑 那我还是要念 欧玛尼巴姆 欧玛尼巴姆 这样你念诵也是 当然功德很大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修行人 不要太愚痴了 我们还要面对 很多很多的事 有时候有一些知识分子 有时候有一些学问的人 有时候一些外道 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在他们面前进行辩论 进行研讨的时候 如果自己对佛陀 通过隐名的观察方法 来没有生起真实的定解 很有可能 别人一说 你们佛教里面的 这个不成立 那个不成立的话 你马上就跟着他去了 如果你自己 有一定隐名的基础 那别人说什么的 你不容易被他所动 所以我觉得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当中 跟前面的时代是完全不相同的 前面这个古人比较老实 看得也不太多 听得也不太多 按自己的传统去做的 而现在的人分别诈念 也是特别多的 然后所接触的这些人 也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 真正对自己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生起一个不退转的信心 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的明目 就是我们的隐名学 隐名学 大家时时都应该好好地探讨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品 第一品算是结束 大家在内心当中也是发愿 生生世世都不离开 这样的这种智慧 隐名的这种智慧来 生生世世遣除 邪道 外道的各种怀疑 邪见 然后生生世世自相续当中 生起真实的这种智慧 这样以后我觉得 我们的人生 乃至生生世世 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学习到这里 中文字幕后者 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